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袋子裡面有四顆紅球 兩顆黑球 金蟲袋中連取兩次 一次抽取一球 這每顆球被取到的機率都相同 第一小題 他說若取後換回 取完以後再換回去 那你取完以後再換回去的話 跟你第一次取的這種情況 跟你第二次取的情況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你換回去嘛 你第一次取的時候總共有六個球 你第二次取也是有六個球 所以你第一次取跟第二次取事實上是無關的 第一次取的事件跟第二次取的事件是互相獨立的 我們看看 若取後換回 求下列各事件的機率 我們看看第一小題 第一次取到黑球 第一次取到黑球的機率多少? 就是那個 取到黑球 取到黑球的機率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那個六分之二 所以是三分之一 再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他說第二次取到黑球 那你第二次的話 裡面也有六顆球 沒有少 如果你取後不換回的話 那情況就不一樣 你取後不換回的話 這個就剩下什麼? 剩下五顆 那你取後換回的話 還有六顆 那你跟你第一次取的情況 情況實上是一樣的 所以也是三分之一 我就說第一次取到黑球 第二次取到黑球 他也說總共六個球 他有兩個球是黑球 所以是三分之一 再看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他說 第一次與第二次都取到黑球 第一次取到黑球 而且第二次取到黑球 那因為這兩個世界是互相獨立的 所以是第一次取到黑球 乘以第二次取到黑球 那這個等於多少? 第一次取到黑球的機率是三分之一 第二次取到黑球的機率也是三分之一 所以是九分之一 九分之一 哈掌你看看這個 第二題 若取後不換回 第一次取完以後 第二次取的時候 第一次不換回去 這跟什麼? 跟你一次取兩球 這情況是一樣的 若取後不換回 求下列各世界的機率 我們看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他說 第一次取到黑球 第一次取到黑球 當然跟上面一樣 第一次的話 有六個球 第一次取到黑球 就是六分之二 所以是三分之一 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他說 第二次取到黑球 第二次取到黑球 第二次取到黑球的話 那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應該應該要把它展開 怎麼展開呢 有兩種情況 就是說 第一次取到黑球 而且第二次取到黑球 而且第二次取到黑球 第一次取到紅球 第一次取到紅球 而且第二次取到黑球 那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跟你第一次取到黑球 事實上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說一看 這是第一次取到黑球 那因為他取後不換回 所以 另外呢 B1跟B2不是獨立的 那乘以多少呢 在第一次取到黑球的情況底下 第二次取到黑球 加多少呢 第一次取到紅球 乘以齁 在呢 第一次取到紅球的情況底下 第二次取到黑球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 第一次取到黑球 他的機率是三分之一嘛 那乘以多少 那現在又剩下什麼呢 剩下那個 五個球嘛 那五個球 第一次取到黑球 又剩下五個球 五個球裡面只有一個 黑球嘛 所以是五分之一 加多少呢 第一次取到紅球 他的機率是六分之四 那乘以多少 那現在少一個了 剩下五個 五分多少呢 取到黑球 有兩個黑球 所以這樣等於多少呢 2 2 3 6 所以這是十五分之多少呢 十五分之一加上多少 十五分之四嘛 所以等於多少呢 十五分之多少呢 十五分之多少呢 4加1是5嘛 等於多少 等於是三分之一啊 所以 所以等於什麼呢 等於是說 你那個第一次 取到黑球的機率 跟第二次 取到黑球的機率 事實上一樣的啊 雖然你 你會覺得說 我第二次 取到黑球的話 應該考慮第一次 但是第一次的話 那是包括什麼 包括所有的情況 你把所有的情況 全部加起來的話 那跟什麼呢 跟你第一次 取到黑球的情況 事實上是一樣的 都是三分之一啊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 這是第二小題 再來我們看呢 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 他是問說 第一次與第二次 都取到黑球 這第一次啊 與什麼呢 第二次都取到黑球 那這個我們有算嗎 第一次跟第二次都取到黑球 就這個 所以是十五分之一啊 所以第三小題 是十五分之一 是十五分之一